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太阳盛德老师一起聊聊天 老师您好 你好 老师最近我跟朋友聊天 身心灵疗愈这个话题 自我疗愈的重要 在我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提到了能量 我的朋友听到以后 他马上就告诉我 他最近很有兴趣想要买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改变水的能量的一个机器 好像有一个人创造这样子一个东西来买 要700块美金 他是说我们的水都是从各地来的 从不同的channel到了海洋或什么样 然后被水公司拿来净化以后再流出来 可是这些水源是来自不同的管道 那可能是人排泄的东西或者什么 就带着不同讯息的能量 被这个水公司拒结以后 然后再把它排出来 他是说这个水的能量是不好的 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机器 他创造出这个东西 然后把你的水净化 你喝进去的就是好能量的水 这个东西要收700块钱 我的朋友就很有兴趣要买 那我听了以后呢 因为我学习到超级生命密码 我知道自己如果做功课或修行什么 其实我们是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能量 还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所以呢 我就想要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问老师 老师您的看法呢 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他愿意花700块钱买这个水机 然后想要把家人的能量都改掉 那您的看法如何 买一台700块 他有没有说 能量的水从机器出来之后 他可以证明里面的能量的确好过于还没有用 在机器之前的水的能量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耶 嗯 所以这东西 如果你按照科学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要说之前之后嘛 然后你是用什么东西去测 这里的能量 然后你去测这个能量的机器 它可以测到什么样子的能量 对不对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讲科学 我们就把它科学化 就是论事的来看 是不是这个机器真的可以把它所说的水 然后把它进化到最好的能量 我们在天地之间的生活 有很多东西 它是会自我还原的 就像你刚刚讲说 这些水从各个channel来 那你里面带家家的不同的信息 不同的管道 可能它能量不是那么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天地之间呢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电线呢 装在我们的房子管道这些 它里面有条地线 地线在电机里面 它只要一接到地的时候 所有东西就是归零 那这个东西它是天地间的真理 你没有办法告诉人家说为什么 这就是还原 那么在大自然里 只要有太阳一出现 阳光一照射 那就是还原 你说那个水从各个圈楼来 也许 但是阳光一照 那怎么都是还原了 达到原先水完好的状态 只是因为现在的污染严重 那然后就到这又流啊流 不知道流到后来 你收到的水池里面有被污染的问题与否 所以它的解释 我想这就是它为了要卖它那台机器 才会讲得大家好像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如果要讲科学 要讲天地真理 那我想我刚刚讲的方向啊 比较贴切一点 是 我听到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它完全是依赖着外源 来帮助自己能够把能量给它调整好 可是我们自己扎扎实实的做 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能量转换的 对 这就是我们说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能力 是 大自然之间又有各种的管道 可以让你把所谓的能量调整 那你说你今天特别要用这台机器给你产生正能量的水喝下去 但如果自己本身是一直负能量的产生 喝点水呢大概也于事无补吧 是 好像其实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只是片面性的可能喝的水是好的 如果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 那就像老师讲的 如果一直自己在制造更多的负能量 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这个东西就是看每个人的智慧 有些人他就是在生活细节里面啊 去钻研那些不该钻研的东西 然后天天忙得要死 然后觉得哎呀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 但是最基本面没注意到 真的到时候要把他所言所行所做 所有的结果探在台面的时候 看到你才会大吃一惊 你当初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干嘛呢 是 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讲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讲得恐怖很非 好就有人说我觉得我看 其实他切入的角度是哪一个 但是我们今天在谈的是 可能是我们要切入一个最直接的角度 又把事情简单化的来处理 这是我们在探索的 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讲他的见解啊 只是他的见解在整个流程中 到底哪一个是最好 那这个东西我想当我们的智慧提升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心知肚明的 老师刚才您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人好像这个也觉得重要 这个也重要 好像忙着去找寻这些东西 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讲话这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行的一个人 是吗? 他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他就是每天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忙 然后就是这个也弄到 每次我看到他 他就是在喘气的 啊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在课中说的 这种人 他就在这耗的这个channel里面一直转 所以他在这个channel里面转 他没有提升 他反而是越忙越乱 他的情况结果后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糟 因为他能量一直在drop 所以可疑在这里 但是他本身肯定又觉得说 哇你看我一直在追求生活各方面层面 他给自己麻醉 所以说我看我多想上奋斗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 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听他讲话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常跟我讲 他会对这种饮水机很有兴趣 然后他对这些有机的食物 他就是买有机的食物 自己送自己 花很多的心力和精力在搞这些东西 就是食物怎么样吃才是最健康的 然后呢就是 他自己看起来这么健康呢? 他看起来还不是太健康 那不是他每天在追求健康 有一点虚胖的 其实他吃得这么健康怎么会有一点虚胖 Anyway 我觉得人好像生活上的重点没有做他着 那他努力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身体健康 可能对心理也有帮助 可是他做的这些努力 并没有在他的生活上看到成果 在我的眼中 我真的觉得老师以前有讲 就是一个人的得是很重要的 然后说如果你今天吃了一个不该吃的东西 可能里面成分不是太好 其实你的身体有机制 因为你是有德人士 你身体是可以把这些排掉 所以这些讲到很多 还是自己的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慢慢的人也在生活上看到 这样子一个印证嘛 是的 你看不光是你这位朋友 特别注意生活啊 健康啊 社会上有各种人 有些人他注重精神层面啊 所以他觉得我现在要上个瑜伽啊 等一下要上个舞蹈啊 然后今天是这样子 明天是那样子 后天去爬爬山啊 但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负面 那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是提笑皆非的事情 你这么的注重 但是实际的结果 却是背道而驰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说 当事人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这是我觉得蛮好奇的 那如果你在做这方面 但是又没察觉到对等的问题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在这个层面上面 有点像鸵鸟 不该看的猛看 该看的又觉得看不到 那这样子你说 他能够走多远 能够多深入的下去 让他获益 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但是你跟当事人在谈的时候 他又是侃侃而谈嘛 是 对不对 他也觉得说 你看我有这个观念 一钢子观念 所以有的时候也就哈哈一笑 他不能够接受 你讲太多没有用 所以听他讲你就当观众 听众就好了 很有意思 老师刚刚讲到瑜伽 因为我这个朋友也是 花很多时间在瑜伽上 是吗 一个礼拜要是 好多天的瑜伽 是吗 对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都是人有一点精神很 幻散 对 因为他太多东西了 他没有办法 focus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可是老师你刚刚讲到 这样子类型的人 他没有办法看到他问题的所在 是的 他还是认为这个瑜伽真的很好 我心灵上面什么什么的 然后吃这些东西都是很好 那我觉得一直这样走下去 好像很浪 瑜伽本来就很好嘛 这吃健康的蔬菜水果也是很好嘛 只是说练完了 吃完了 那最后你人生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像你这个朋友 他可能就是还没找到 所以他一直在旁边 像蚂蚁乱串一样的 你串了一百圈 一百个小时 一百天 一百年 你没找到主题 你串了半天 人家不会说 因为你走了这么多路 在找 是功德意见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看别人的问题 我们在想想说 那这些人在忙碌 他后面的重点 他没找到 前面的那些花费的精神精力 金钱 又是为何呢 所以我们说修行修智慧 就是这样子 你能够把智慧提升 你在高度变高的时候 你再看很多事情 就会容易明了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可以先放在旁边 慢慢的在看学校渠成 什么是根本连碰都不要碰 好我想这个就是智慧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有智慧 我想智慧与否 要看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 他的事业 他的各方面结果的表态 那是陈吉丹 是不是 要不然每个人都会讲大道理 那大道理之后是什么呢 那这种东西 我们也不要去评论别人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 自己也在探讨的一个习题 随时的警醒自己 有时候人会有盲点 这个盲点太大了 或者太久没有去找 自己到底已经忙到什么程度了 就会像这样子 那这个忙忙忙 就会变成很忙碌的忙忙忙 他就会开始像我刚刚讲的虚耗 因为过忙嘛 忙中忙 忙中忙中忙 一百个忙中忙 那你想这个人的品质 做出来的事情 会特别好吗 这就是一个问号 我在我周到的朋友 有很多的外国人 他们在生活上得到的压力以后 他们都会选择想要做瑜伽 瑜伽 大家都在讲瑜伽 有些人有时间 有些人没有时间 但是大家都讲 只要一有人提出来 其他人就会说 哎呀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需要 因为我的生活有点压力 肩膀或是什么的 反正大家都是讲这个 这个东西老师刚刚您说很好 那请您用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它的好处在哪里 瑜伽它其实真正的后面 为什么好 因为在练瑜伽的时候 所谓的反扑归真嘛 因为你利用动作 有时候还要运用这些你的意念 你的小宇宙跟大宇宙相连嘛 中间产生共振 那好处就来了 说穿的就这么回事了 只是现在我不知道其他地区 我看美国人叫瑜伽 瑜伽都是教那些皮毛 都是注重在动作上 是 对吧 就说反正有没有用多少一点嘛 但是到底有用到什么程度 来见见见之了 因为我也有跟朋友去参加瑜伽课 师们他们并不会告诉学生一些冥想的东西 就像老师讲的 注重于动作 就是像练身一样 因为在美国的瑜伽老师 很多人也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他也是在别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来的资历 就来教瑜伽了嘛 那他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觉得他能够教出什么样的瑜伽 对吧 但是在美国是 不要讲专业嘛 所以他一旦觉得他有怎么样的因缘可以教瑜伽 他就觉得他自己非常professional 是 那这种东西就见仁见智了 是 那你去学瑜伽 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那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老美听到瑜伽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紧压的 就是一个对点的名词 但事实上 这么多人学瑜伽 但也这么多人学完瑜伽 他的压力还是这么大 是 怎么没有人去想到说 那这后面到底什么是解答呢 大概也没人想要去问啊 是 至少也是一个心里的释怀说 我自然还可以学瑜伽解除压力 就这样子 我认为每个人心里深处 在灵魂深处都有一些创伤 或者不好的一些记忆体在里面 那经由瑜伽或者是练声好了 在我的感觉里面 是没有办法深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老师您的看法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每一件事情要解决 一定要深入身心灵 你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火候 没有达到那个位置 你说要把这些事情彻底的解决 那就看事情的问题大小 以及有没有那个运气 瞎蒙有没有蒙到 就这样子 所以你说呢 到底对错在哪里啊 那就得看看当时的人事物 才能做一个通盘的结论啊 但是简单的说 你没有跟深心灵这三者达到平衡 你说要解决问题 你就去练练瑜伽 那那个就是自己心里舒服吧 对 至少说哎呀你看我有在补强 现在的压力解决方式 学瑜伽 对朋友问你 你有一个好像觉得还蛮有面子 你看我现在学瑜伽 是这样子 老师在深心灵这三处 是不是身体在最外层的那一层 对啊因为身体就像你最先接触什么东西嘛 你比如说你今天碰到一个很烫的东西 是你身体先接触 然后这样的感觉传统到你的心 然后印到你的灵 是 所以这身心灵三者等于是层面的 那心是属于在比较中间的咯 因为灵魂是在最深处的事对我来讲 没有办法 摸到 摸到的对 心也没办法摸到 你的心也没摸到 心就是这种思维嘛 是 但是至少我们人的想法是 它就是我的脑子 对 制造了一种不同的思绪出来 对 所以好像还可以 理解 对理解 但是灵这个东西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讲这个话 或是了解的这个东西 但不难了解了 你看我们讲的 神心灵解释的就是那么简单嘛 也没有说让你要怎么样 才能够去完全的搞清楚这一套 老师那在身心灵不协调 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去做一些调整 或去照顾这一块的时候 是不是三者是有堵塞的 互相影响 我经常说三者不调 不管是其中之一 之二或三个都不调 就会产生互相不调中的共振 那个振就是负能量 那我不是说嘛 你不要说身心灵三者不调 你光是身体五脏六虎不调 你就已经在身体上出了大问题 何况是身心灵三者都不调 那这里面就像做菜一样 这边有几个可能的因素 那边有几个可能因素 然后全部加在一块 就好像做那个大拼盘了 怎么拼怎么拼就是一样菜 怎么拼怎么拼一样菜 那你想想看 像人世间的问题 不就是这么样拼来拼去拼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简单复杂与否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看 有些人的确他不喜欢简单 你刚讲的太简单 他是哎呀 你们讲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想的 他就把你讲的非常复杂 然后你问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想的 他说这样才对呀 然后他非常乐在其中 对于这种人 我就觉得非常抱歉了 对吧 他的人生观导致他的生活结果 命运结果 导致着他如果还有来生 来生的结果 每个人是自己掌舵的舵手 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我会举个例子就是 我会说如果身心灵不调和的时候呢 就好像如果一个人他是很爱生气的 可是他明明就一直跟自己说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生气 我想要变得脾气好或者什么的 但是事情一来呢 他就 蹦又发火了 就常常一直在这样子的 pattern 搞 我觉得就是身心灵不调整 对 就像你的心啊 正在想说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生气 但是等到事情一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到很热的地方 你的感触觉得 哇怎么那么热 就让自己全身上下不对劲 影响到心可以承受的能力 外面这个热一大了 再过头了 心原先说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生气的 那个原先承诺自己的能量场 就不敌于外面这种热的处境的 然后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 琵琶又爆发了 生气 那你说原先想的不生气不生气 后来生气 这中间是为什么呢 只能说他原先想的那个力道不够 深入不够 所以等到外境来转的时候 就没办法面对 所以中间还是有一个 自己想要诠释 究竟身心灵三者之间 在你的生活生命里面 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你平常要怎么样去 至少训练一下 身心灵这三者之间的调和与否 或者是单独面 你怎么样让身体心灵这三者 都能够越来越健康 是这样 老师您见过很多很多的人 来询问老师各种不同的问题 老师您觉得 是不是每一个人您看到的 都是需要身心灵的疗愈或调整 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人 你说不管是不是来找我一对一咨询的 你走在路上 你就去观察那个人 我上次不是说 有时候你去supermarket 你看他买菜 你从他的小动作 你可以知道他内心深处 是政府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有时候看到有些人 比如他去挑菜 拿一把芹菜 拿起来看一看 他放回去 他像用甩的 那有些人呢 你看他挑香蕉还是苹果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小动作 他也是用这个手指 这样掐下去 有没有 你有看过 有时候去买那个水果子 就被人家掐的痕迹 是不是 诸如这种小动作 其实他后面的确可以反映出 他身心灵的某种讯号 只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去做那个动作 但是他那个动作后面 的确有他的意义在 所以你说 在现在这种繁忙社会里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搞的身心灵 不协调 而是外面的大环境 他把你搞成不协调 但是你又没有一种 先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你就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范围内 把自己搞的就是那么不协调 有时候不协调 产生了心灵三者的对应点 到身体的病变 真的问题产生 然后去找了医生 看了在肉体上的问题 才知道说 哇 怎么会那么大个问题 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在他身体上 像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那你说 我们现在每天睡醒了 眼睛睁开 面对全世界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们看得懂的问题 有的时候觉得对自己是威胁 还有很多东西对自己是威胁 我们还搞不清楚 是吧 所以我经常说 要把智慧提升来自保 在现在的这种社会 是这样子 所以除了对吃方面 或健康方面注意 其实自己的内心调节 调和 才是日本的一个方法 才能够保护自己 或从这些外界到外缘 有任何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 人家不是说 以不变因万变吗 是 你这样有个主要核心思想 怎么样让你 能够很轻松的 在这世间 活得很自在 这个我想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不管是外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吃 喝或玩或怎么样 可是这些东西呢 都是外缘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 真的要提升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 做一些改变 我们要往里面看 往深处 以自我的疗愈 自我的调整 自我的修行 才能够创造出正能量 才能够创造出 改写命运的一个掌握权 在手上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太阳盛德老师 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与教会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